第478集 发现邪神右衙能储存过剩的雷霆之力 林明信念一动 魔光 你说我有没有可能在度命运的时候 将邪神右衙中存储的雷霆之力引爆开来 加上天才地宝的能量一起 完全裂解肉体 让我顺利度过命运境 听了林明的话 魔光愣了一下 度命运凶险万分 一般舞者都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生怕出了什么问题 林明却提出如此疯狂的设想 魔光想了一会儿 这才那那的说道 这个我真不知道行不行 我只是听说神域法体双修的舞者 想要度命运 要依靠蕴含大量能量的天才地宝称爆肉体 那也算是外力的一种 你如果存储雷霆之力的话 那也是相同的原理 我只是担心到时候 这雷霆这里失控啊 没关系 我有一些把握 林明摇头道 他内饰体内的邪神右颜 这株右颜已经长到了两寸高 他才是自己以雷霆度命运的最大倚仗 为了让这个倚仗更强一些 林明决定再次渗入雷狱 八十里范围的紫金雷霆虽然强大 但也只是少量促进邪神右颜生长 还没有达到邪神右颜的极限 继续深入 林明速度很慢 在林明精神之海的魔光 脸色都有点变了 他实在心里打鼓啊 毕竟他是神魂之体 一旦林明出点什么意外 他就灰飞烟灭了 小子 你可得小心点啊 别让精神之海中再进雷霆了 我这小身板可承受不起 你看我这尾巴都烧糊了 哦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林明全神贯注 速度愈发的缓慢 85里 88里 90里 深入到这儿后 不但雷霆的颜色变了 连形态都变了 80里以前 雷遇的雷霆 还是电弧的形态 或粗或细 可90里处的雷霆 已经变成一道道梦幻的迷光 这些迷光主体呈现紫白色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 深紫色和赤金色 如同晚霞一般美轮美奂 仔细聆听 却发现雷光没有丝毫雷鸣之音 安静无比 仿佛这里不是雷玉 而是子府仙境一般 然而林明却能感觉到 在这种宁静美丽的外表下 可隐藏着无比恐怖的雷霆之力 深海以下断然不可能在这存活 林明即便有斜身右衙护身 但面对这样的雷光 也感到心神俱阵 我就在九十里雷玉的最边缘 前进的话 我应该承受不住这样的雷威 林明决定 在雷光玉的边缘 锤炼斜身右衙 捕捉那些偶尔冲出范围的游离雷光 如果将身体直接禁欲 在这些紫白色和赤金色的雷光中 怕是真要灰飞烟灭了 一道紫白色的雷光 偏离了九十里雷玉范围 林明神色一动 脚步猛的擦出 真元裹着双手 直接抓向这道雷光 一声轻响 林明就感觉 仿佛抓到了一根烧红的烙铁 双手剧痛 一股骄呼之气传来 他这两只手直接就黑了 林明吃疼啊 不过依旧没有放手 而是调动全身真元 护住经脉 硬生生的要吸纳这股雷光 雷光只有细细的一流 可是冲入林明的身体中 却如同无数的尖刀在切割 仿佛要将林明的肉体撕裂 极大的痛苦传来 林明不惊烦喜 他越来越觉得 用着雷霆之力 确实能帮他度过命运 并不是说 任何毁灭性的能量 都能帮武者强度命运 前提是武者本身 必须能控制这种能量才行 否则就会被能量真正的毁灭 连渣都不剩 而偏偏毁灭性的能量 多半不易控制 再加上武者在度命运的过程中 肉体撕裂 身体状态下降到最低点 这个时候 想要控制住 能够毁灭武者肉体的暴虐能量 谈何容易啊 细细的雷光 沿着林明的经脉流转 所过之处 疼痛难忍 而邪神右眼 似乎感受到了 这股雷霆之力 发出了兴奋的无银之声 雷光流转得更快了 几息后 就被邪神右眼给吞噬掉 右眼的嫩印 似乎因此而变得更加精润 仅仅是一柳雷光 作用不大 林明尝试在靠近 九十里雷域一定范围 开始更多的吸纳雷光 不过他小心避开了 那些偶尔出现的 深紫色和赤金色的雷光 从这两种雷光中 林明能感受到 更可怕的力量 他并不想移身射险 更多的雷光 涌入身体经脉中 无疑给林明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不过为了节约时间 也只能如此了 他并不想在八千里黑色沼泽中久待 这里陨落了太多太多高手 而林明的实力放在那些人当中 也就一般 能量流转 斜身右眼不断的长高 嫩叶更加精润 而林明啊 遍体鳞伤 他不得不经常停下 吞服疗伤药 所幸林明肉体久经淬炼 坚韧非常 要是一般的巨猿体系舞者 就算有邪神右眼护体 也得被烧成碳了 足足半个时辰的功夫 林明引入体内的紫白色雷光 越来越多 甚至偶尔 林明会引入几缕 深紫色的雷光肉体 也并没有承受不住的迹象 原本钻心的疼痛 逐渐转化成麻痹感 甚至这种麻痹感 隐隐让人兴奋 林明心念一动 眼睛盯上了一缕紫金色的雷光 双脚一动 脚踩金棚破须身法 突然伸手抓住了他 林明双手都烧焦了 不过他依旧倔强的将这股雷光 引入体内 以邪神之力强行压制住他 进入到了邪神右眼中 邪神右眼吸收了这股 赤金色的雷光后 愈发的生机勃勃 似乎这一柳的赤金色雷光 作用就大过那几十道紫白色雷光 这个变化让林明心中惊异 似乎我的身体 经过雷霆的几番洗礼 渐渐适应雷霆之力了 他自言自语道 这时候魔光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说对了一半 还有一个原因是 你的绕体经过雷霆淬炼 变得更加精纯坚韧 这就像妖修的舞者渡雷劫一样 雷劫难渡 他渡过之后 却能淬炼肉体 让自身更加强大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呀 哦 林明威威一争 轩机心中释然 确实如此 雷电不光是毁灭之力 还是创生之力 传说中在无尽悠久的太古时代 混沌初开 天地方成 那时候世界没有生命 只有混乱的空气海洋岩浆和无尽的雷电 在这一切死寂的环境中 雷电披入海洋中改变空气的构成 诞生了最原始的生命 这就属于雷电的奇迹 雷电不但生命创生如此重要 就算在现代的人体中也必不可少 人体细小单元之间总是充斥着无数的电弧啊 雷电的存在与生命息息相关 如果能够掌握他 也就掌握了创生生命的力量 可以让肉体更加强大 不过 即便林明时不时引入赤金色的雷光 邪神右眼的成长还是停滞了 似乎他已经成长到一个瓶颈 无法再靠吸收雷霆之力突破了 邪神右眼还在吸收90里范围的雷霆之力 存储到自身 林明犹豫了一下 再度深入雷域数里的距离 直到他看到了一百里范围之外的雷霆 百里雷域再次换样了 这一次 饶氏林明刚刚经过雷霆脆体 也十分清楚 他不可能再进了 百里雷域 这里的雷霆完全静止不动 他们凝成了一个个雷球 安静的悬浮在空中 看上去 祥和无比啊 然而仔细观察 你就能发现 每一枚雷球周围都会形成一个闭合立场 把整个雷球封在里边 这是因为能量太过强大 而扭断空间才形成的现象 雷霆之力强大到扭断空间 难以想象他们到底强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如果触碰到一个雷球 又会是什么下场啊 林明没有敢踏入百里雷域 只是释放出一缕感知探查过去 他发现百里雷域范围内的立场 已经扭曲到撕裂的程度了 虚空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隐形空间裂缝 一般的命运无者来此 莫说是那无处不在的恐怖雷球 就是这些空间裂缝都足以致命 林明操纵着感知 小心翼翼的绕过每一枚雷球 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他们 这缕感知绝对会被烧得渣都不生 随着感知的不断渗入 让林明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他在一百多里的雷域上空 赫然发现了一座座漂浮的空中岛屿 这些岛屿普遍只有十几里大小 宛如传说中的仙境一般 雷域之上有空中岛屿 他们为什么会悬浮在半空中啊 这也不是海贼王哪来的空岛啊 林明赫然 这里的法则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了 感知探查到岛屿上 林明更是吃惊的合不拢嘴了 岛屿上竟然有树 一株株的神树 树木十分稀少 一座岛屿上也难以保证有一颗 他们与空中悬浮着的雷球安然相处 甚至能够从雷球中吸纳能量 生长在百里雷域中的灵树 林明的猴杰狠狠滚动了一下 想当年林明在雷厅山采集的紫电神竹 跟这些灵树一比 那就是渣呀 不知道这些灵树存在了多少年 如果能砍一颗回去 这会是什么级别的天才地宝啊 怎么了魔光 林明啊 好像是原词神术啊 别看我 我就是猜的 这种东西我哪有机会见到 只是偶尔听一些描述罢了 即便在神域 这东西也只有大宗们才有 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长得奇迹之海的雷遇啊 魔光百思不得其解 奇迹之海根本就不像是能存在于天眼大陆的秘境 林明强忍住冲上去砍几棵树的念头 且不说这些漂浮着的雷球 就算这原词神术本身也非常危险啊 他们体内蕴含着恐怖的雷霆之力 修为不够 靠近之后被他射出几道原词神光之类的东西 直接就飞灰了 而且这种神域都少见的原词神术 就算一动不动的让自己砍 我也未必砍得断 嗯 带到我成就神海 如果有机会 定然来走一走 如果神海都不够 就得我飞升神域 修为更进一步后 再来探查 反正这雷遇秘境不会消失 林明相信 天眼大陆那些神海大能一个都甭想上去 别说是那些能量恐怖的领导 就算是自己现在站的这一方区域 都未必有人上得来 林明正想着 突然听到一声嘶叫之声 仿佛野兽的吼叫 嗯 活着的东西 林明心中大惊 能够在九十里雷遇还活着的玩意儿 绝对恐怖无比 他是靠着斜身右眼才能站在这 如果对方仅凭力量就站在这的话 那极有可能是神海级别的存在啊 林明心中骤人一惊 一手摸着须弥剑收敛全身气息 十二分的戒备 不对 不是活物 是雷灵 林明心惊肉跳 就见在百丈远处 有一头体长只有数尺的紫色小狮子 从他身上 分明可以感受到纯粹之极的雷霆之力 而且除了雷霆之力外 没有任何能量 这分明是雷灵才有的迹象啊 可单单看这小狮子的模样 凝实无比啊 连毛发都很清楚 跟普通的狮子就没有任何区别 哪里像是雷灵啊 这分明是一头活生生的狮子 这要不是在雷狱 林明真以为自己在非洲呢 这是 林明 这是雷源 魔光的声音突然响起 带着一丝明显的惊慌 果然 林明瞳孔一缩 火精之上是火种 雷灵之上是雷源 雷源即雷电本源 哪怕是最差的雷源 也要比雷灵恐怖十倍 林明现在体内邪神右眼出城 也就是能承受天阶极品雷灵之威 面对雷源 他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天阶极品雷灵已经通灵了 那雷源自然更是如此了 而且现在在这九十粒雷雨中 一旦动起手来 对方能凭借无穷无尽的雷霆之力 林明可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胜算 林明的精神力完全凝聚在邪神种子中 右手紧紧的摸着指尖的须眯剑 此时眼前那头漂亮的狮子 在他眼中无疑危险之极 一旦他动了吞噬自己的心思 他也只能拼死一搏 紫尸发出一声嘀吼 琥珀色的铜儿中 闪过明显的忌惮这色 林明心中一愣 莫非他在忌惮邪神右牙 不对 林明发现在雷雨更远处 距离紫尸还有几十丈的距离 还有一团紫光 不断散发着精纯的能量 仔细一看 那竟然是一柄剑 四尺长剑寒光森森 剑身上电光缠绕 一柄剑乌银不止 九十里雷雨中 怎么会有一口剑呢 虽然相距很远 又有雷霆之力遮挡 可林明还是判断出 这一剑的品级极高 很有可能是盛气级 林明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这样一口神剑 不可能随意的被遗弃在雷雨中 难道当初 有一个神海大能进入了雷雨 结果身孕雷雨中 留下了他的配剑吗 林明正胡思乱想的时候 感知扫过了那口神剑的剑禅 顿时他心神俱阵 在剑禅上 分明刻画着一个古老神秘的图案 像是鸟类的图腾 而这个神秘图腾 与林明从万古摩坑神女和绝身上 找到玉佩的图案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那神女遗留的配剑 不对 不对不对 林明摇摇头 神女沉睡的万古摩坑 距离这里恐怕有亿万里之遥 而且当时她的关中陪葬了一支长枪 很可惜枪已经折断损毁 能量尽失了 因为那柔弱唯美的少女 跟那争容的长枪形成了鲜明对比 林明印象极其深刻 神女的武器应该是枪 这柄剑多半不是他的 目光下移 林明发现在剑柄上赫然有两个神域古体字 上书 浩白 浩白之剑 林明只知道 这剑很可能是圣器 可分不清它的具体级别 其价值多半不在乾坤荣日炉之下 林明看着浩白之剑与子师对质 应该说呀 他们两个原本就在对质 而后林明卷入了其中 他就是个不速之客 回想子师之前的忌惮之色 难道他在惧怕这一口无主之剑吗 一柄剑能威胁到一道雷源 真是奇异无比呀 人体会被雷电烧焦 可剑体并不会 但剑若想有灵 一定要附着灵魂或者武者的占灵才行 这些东西却会被雷源抹杀 眼前这柄浩白之剑 显然有灵 可雷源却奈何不了剑上的剑魂 对质了小半柱香的功夫 子师似乎终于萌生退役 他深深看了林明一眼 转身飞逃 一敌二并不聪明 何况林明身上同样有一股 让他畏惧的气息 浩白之剑并没有追击 林明自然也不会去追的 他虽然很想收服这道雷源为己用 可他清楚 以自己现在的力量 怕是最弱的雷源也对付不了 于是就剩下林明和那一口浩白之剑 遥遥相望 林明犹豫了一下 小心翼翼的接近浩白之剑 这柄剑立刻发出震震呼啸的轻吟 伴随有杀迹一出 显然在警告林明 这种变化 丝毫没有出乎林明的意料 林明从须眉界中取出一道青苍色的玉佩挂在身上 正是那神女玉佩 常见通灵啊 明显认出这玉佩的气息了 他轻微的颤抖着 片刻之后 剑身倒转 飞射而去 林明没有任何犹豫 紧随其后 刚才的接触 他能感受到 在剑身上寄附了一道可怕的无道意志 这股无道意志与原本的剑魂融合在一起 使得剑魂有了不朽意境 似乎并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衰弱 常见转眼间 飞行了数十里距离 穿过无数的雷光 林明脚踩金棚破须身法 一步都没落下 幸亏他刚刚完成雷光翠体 否则在这九十里雷遇中 以这种速度穿梭 短时间就会撞上上百道雷光 非灰非烟灭不可 又过了十几夕 在林明面前出现了一座空中岛屿 与之前长着原词神术的岛屿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它悬浮在九十里雷遇区 而不是百里雷遇 岛屿上空 笼罩了一层扭曲的立场 就像是一个鸡蛋壳一样 护住整座岛屿 下方是一座百丈高的小山 厚白之剑轻易的破开立场 飞入了小山山腰处一座山洞中 林明紧追而来 手持红色长枪 灌出雷火之力 一枪洞穿立场 也跟着向山洞飞去 临近的山洞 林明感受到了一股浩瀚博大的气息 仿佛在山洞中 居住着一位盖世的帝王 会是一个绝世强者的洞府吗 在山洞中 居住着一位盖世的帝王 居住着一位盖世的帝王 居住着一位盖世的帝王